Hello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我是主播迷妹 之前讲过了人缘星球四部曲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最后一步,决战星球 世界之始,上帝创造了野兽和人类 人与兽可以友好相处,和平地分享这个世界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邪恶的人类背叛了上帝的信任 违背了上帝神圣的意志,发动血性的战争 战争不仅仅针对他们的同类,也针对人缘 人缘沦为奴隶,愤怒的上帝向世界派了一个救世主 救世主的名字就叫凯撒 凯撒在远离城市的地方建立了统治 人类和人缘和平共处 老师在这里教人缘写字 人缘奥尔多因为写的不好 愤怒地将凯撒而自写的字撕掉 老师想阻止他,对他说出了No 被路过的人缘听见 提醒他这个词在人缘一族是禁忌 在人缘被人类努役的日子里 No这个单词是让他们很害怕的 凯撒已经永远禁止人类说这个单词 只有人缘可以对人类说 老师立马和奥尔多道歉 但于是无补 愤怒的奥尔多摧毁了学堂 还要杀掉老师 追着他来到凯撒的房子前 知道了前因后果的凯撒 命令奥尔多去收拾好学堂 让老师回去休息 黑人告诉凯撒 他父母的影像可能存在地下的防空洞里 凯撒为此准备冒险去充满辐射的城市里寻找资料 两个人员和一个人类就这样上路了 他们来到衰败的城市 这里丝毫没有生物生存的迹象 他们经过了遭到辐射的人类的警报器 遭辐射的人类发现了他们的入侵 凯撒等人在导人市找到了当年的录像带 在录像带里看到自己来自未来的父母 同时人类出动大部队抓捕他们 下令直接说杀 其中一个人类向长官解释了凯撒的行为 仅仅只是人道滋味 请求放他们回家 不要再惹是生非 但长官并不赞同 他派人跟踪他们回到领地 想要消灭他们 此时的凯撒在领地举行国会会议 还邀请了领地的人类参加 奥尔多抗议人类参与国会 凯撒解释他们需要人类的建议 但奥尔多并不听劝 带走了自己的人拒绝参加会议 凯撒的儿子因为追赶小动物 在树上偷盯到了奥尔多要推翻凯撒的政权 奥尔多发现了他 将他所在的枝亚砍倒 让他摔成了重伤 另一边禁区里的人类开始向人员领地进攻 人员赶回领地汇报 奥尔多趁凯撒不在 将所有的人类都囚禁起来 在军械库拿走了所有的枪支 人员跑来和凯撒汇报 奥尔多即将发起和人类的战争 儿子告诉凯撒 有人想伤害他 凯撒问是不是人类 儿子只说不是 就死在了床上 凯撒来到囚禁人类的地方 要求奥尔多的部队放了人类 此时禁区人类对他们发起了进攻 双方在这里展开了一场战争 人员在大炮的攻击下几节败退 他们撤回村子 在这里受下埋伏 活捉了所有的人类 凯撒命令人员让人类离开 但逃走的人类全都被奥尔多的部队射杀 奥尔多赶回领地 要求射杀全部的平民 但他害死凯撒儿子的事情已经败露 他违背了人员神圣的法律 人员不杀人员 本来拥护奥尔多的手下知道后都放弃了抵抗 奥尔多害怕地爬到树上 凯撒将他推下去摔死了 随后凯撒释放了所有的人类 要和他们和平平等地相处 禁区里的人类在军队失败后准备发射核弹 摧毁整个世界 但被一个爱好和平的禁区人类劝阻了 核弹没有发射成功 生命得以延续 而这个核弹也被禁区人类的后代所供奉 600年后 地球上的人类和人员和平地生活在一起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赞关注转发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拯救世界哦 科幻战舰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